嗨,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英俊的职业玩家又一次和你们见面了 最近职业玩家被海里妹坑到了一款叫做天赤的游戏中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玩耍 那么我把这一段时间玩耍过程中 所自己经历过的死法做一次总结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款与众不同的国产游戏 带给我们玩家什么样的体验 在以前我们玩了一些国产网游的时候 我早已经习惯了自动巡弱 站在地上目装打Boss 作为人民币玩家我冲完纸以后就可以与Boss战斗 那么在这一款游戏中通过这一个低至上的操作 我可谓是一路上饱受痛苦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一个Boss是游戏中的一个叫做魔童的Boss 他有一个技能不是这个大家所看到的满屏喷大便的技能 他有一个技能就是随机把一名之后 我们战斗者的人员传送到旁边用箭把他给包裹起来 最后通过在这个箭上涂抹大便 我们凑死在这个封闭空间中的人 还有一些我们区域上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技能 我作为一名魔兽世界的高手可谓是把所有或所有技能了然于心了 然而在这一个游戏中我也是被一些千奇百怪的技能 可能是正如大家所见 坑的是不要不要的 那么这一个游戏怎么说 我在这里友善的建议 操作方面有所残疾的玩家尽量拒绝 这个什么杜绝接触这个游戏 否则的话你会感受到这个深深的恶意 有来自Boss的有来自队友的 而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技能是游戏中的一个传送技能 我们一般都是用来这一个躲避Boss攻击 把我的队友传送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结果在这一个过马路的时候 我的小朋友在斑马线上给我放了一个这么一个坑 就像传送门一样把我传送到的这一个快车道去 刚刚一下去一辆卡车过来 哐一下把会长大人撞到了这个角落 直接是牺牲 而后来这一名队友在会长大人的关爱之下 现在已经成为了史蒂夫霍金的这一个好朋友 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开始交流这个残疾人之间 下一届成奥会谁去参加了 在游戏中Boss我估计在我这玩耍的生活过程中 就超越说一百种夸张 至少超越99种的这个死法 带着大家去体验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操作水平 很有可能会遇上开荒的痛苦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我以前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 听从过我们一些小伙伴给我传送的一句口诀 我把这个口诀掌握以后 我玩游戏也是一个怎么说的出神入化吧 否则的话我也不可能出了那么多教科书一般的视频 这个时候会长把这一段口诀传授给你们 希望你们拿起手中的拖鞋好好记录一下 好我要念了啊 Boss毒什么断什么 地上有什么躲什么 Boss出什么闪什么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技能的展示 这一个游戏里边啊 这一个Boss居然是使用出了旋风斩 这样一个AOE技能 在旋风斩的同时他还不断的通过排泄 把地面的污染了所有的队友啊 走到了这一个污染源上边 纷纷被堵死 还有被旋风斩给砍死的 所以说 如果说你们像是职业玩家一样 这样一个对游戏技能啊 所有了然于心的这一个高手 你们绝对不会遇上这样的痛苦情况 好吧 这一个技能大家可能看得出来 有点像是冰霜王座里边啊 就是寒冰高座里边 第一个守门Boss的技能 它会这个从地上突出这个尖刺 然后呢使用一些蓝色的这个液体 让我们的走路变得非常痛苦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核心的这一个玩法 它其实就是打副本 其实都是其他的时候呢 和这一个普通的网友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而每一次的副本体验 都会让你有一种啊 这个死了邻居的快感啊 这个邻居我们可以理解为队友 当你看到队友倒在地上 增加你打副本难度的时候 你恨不得把这一个队友活活的打死 啊 那么这一个可能大家也看了这一部视频的时候 觉得哎呀职业玩家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从你的这一个里边啊 领悟到一些精髓啊 那么没有关系 过两天啊 我现在正在整理我之前打副本 和打一些其他任务的这一个怎么说 一些这个精髓的视频 我将把这一个视频做出来 让大家来看一下这游戏中有一些特色的Boss 应该如何与他们战斗 到时候 你们可以从职业玩家教科书的操作中啊 学习到一些对你们有帮助的东西 嗯 可能大家对这个游戏看了那么久 我相信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么 要不了多远就啊 他会开放一个这个 呃 挑战内测吧 应该是 到时候啊 有五万个注册链 到时候大家可以是啊 直接找职业玩家来这一个获取游戏的激活码 到时候我这里会有一点 因为这一个策划为了这一个暴打我啊 不是报复我啊 暴打我 在游戏中啊 被他们这个坑害啊 他们是啊 在身体这种饱受残疾的情况之下 给了我一部分激活吧 然后呢 应该是在测试期间有一个这个开放性的测试 会有十万元的现金啊 其实我这个人你们知道是金钱如粪土 然而他们我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说能不能把这个现金啊 给会长大人 我不用参加战斗就可以获得呢 啊 他们唯一一个啊 没有被我打残的策划啊 发把这十万元好像是拿了一部分钱 找到一个国外的这一个什么 那么找杀手的网站 说要来把会长给干掉啊 我说我有了知道他们这个想法以后 我暂时放弃了啊 获取这笔现金的这个打算 好 大家把这部视频也看完了 对游戏的这个机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我们等待下一部副本视频的时候 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让我们全程的去参与一次副本的这个体验 到时候玩家们可以看一下会长大人在游戏中的 这个出神入化的操作 是如何把这些必死的陷阱完全避免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期待会长大人为大家带来的 副本教学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